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讲 讲一讲 光美 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是同居室友 其实很简单的 我刚刚搬到香港来的时候 你知道香港的物价跟房价贵成什么样子 你要独自 你想要住得舒服的话 你要独自 难道因为贵就不得不跟男人住在一间房 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早以前 我还没有搬来香港之前 我们在台湾就已经认识对方 然后你知道很奇怪 有时候有些人你认识他之后 你就觉得好像认识了很多年 你就跟他特别什么东西都能讲 一拍集合啦 然后我跟你说最最主要的不只是贵 而且呢在那边 他那个时候还是一半在台湾 一半在香港的状态之下 他需要地方住 所以就当然是住在好朋友的家嘛 就是刚开始是寄住在他那里 寄居县了 寄居县 然后后来呢 我们两个 我决定要搬来香港定居之后 我们两个人就共逐爱潮了 套具那个套具那个很八卦的那个 就是真的就这样 看到了 I'm in love I'm in love 我每天全世界宣誓 I'm not in love with him 但是你知道我过去对你们这样的一种人啊 有一种这个 一种人 对 是一种人 一种一种类型的人 刑男 刑男 有一种有距离的那个 想往还是羡慕 就是最羡慕还是痛恨 不是 人家可以是嫉妒 就最早在春天威 你觉不觉得 有这么一种人 你包括我们现在凤凰的那个 生阳 江生阳 就是非常帅 高大英俊 往往是 你看你也是model出身 对吧 而且呢 主要是他的这个成长的地方 表面上看下去 都是一样的 咱们这个华人 实际上他们你一细考 他的生活经历啊 又是东南亚 法国 德国 美国 好像 他是这么成长下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 说话的腔调呢 在当时我听起来 也怪怪的中国话 对对对 而且去到每个国家呢 就一定要 一定要学那个地方的话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会说多少种话 华语 英语 马来语 福建话 操作话 广东啊 广东算是一种语言嘛 你够到联合国 可以去 代表华人了 真是 广美你们关系特别好 好朋友 因为你们当年 曾经同台演出过 是不是 很多 常常常 咱们看几张照片 咱们陈志诚 当年的帅哥 照相 就表现 还有六块腹肌 八块 这是什么时候 那个是 在当时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对 一了 天哪 咱们再看下一张 八块都成一块了 对对对 你看这是 model的这个照相 舞台的 舞台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 这个是我常常在 在party的时候 我常常会 会脱衣服 脱 假的 我实际 我心狂野 去到哪一个国家 都会这样子 这我有机会问问 你说男模 model 是不是很有女人缘 没有 感觉女士是不是 有女人缘 我们经过那么多种人之后 觉得最有女人缘的是什么 是那种摇滚歌手 摇滚歌手 对 摇滚歌手 不管是怎么样的 不好 或者是他 没才华 还是会找到那种 非常漂亮的模特 去欣赏他们 为什么呀 对好像 有没有发现到 女模特爱找摇滚的 对吧 男模呢 一般找什么人呢 男模一般都找 普通的人 对啊 嫌弃两母型的 不会吧 现在香港也有 非常成功的 就是男模女模 拍拖 一拍拍很多年 然后结婚的 有很多 是吗 你看 当然这个不是 普遍的例子 我也听个别的 你比如说是跳舞的女孩子 她们会有一种觉得 就是说我不想找跳舞的男孩子 你像女模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想多多少少 那为什么呢 我这样子讲吧 其实我们以整个市场取向来讲 什么 择偶市场的取向吗 不是不是不是 整个工作的市场来讲 男模特儿 你真的没有办法 以一个模特儿来当成你 第一 终身职业是不可能的 第二 他不会有什么 什么什么升迁制度 第三 有的时候 其实以前 看过很多男模 根本就是三餐不济 因为 不要看我 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 那个时候 你有一些不会六块福建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还有那些 那种粉丝 追着我签名 你忘了吗 女的粉丝也会有的 有 我男模第一次 第一次有模特儿 在香港有模特儿 有粉丝的就是我 哦 偶像模特儿 你不知道 你问柯兰 这我真的不晓得 但是因为你已经当了VJ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 是刚刚来的时候 我不管在哪一边演出 那些那些Fans 他们消息很灵通 你看 你这种就是有那种 在美国长大的 就完全不客气 你知道吗 哦 他也会有 对对对 中国人的话 可能就会很 很谦虚 等别人来讲 对 或者是 讲的含蓄 他那个要叫 要叫北京话 就是说你胖 你就传 说你胖 你马上变猪了 对 哎 真的是有不同 所以我为什么 我说我最早一种 有距离的一种羡慕 就觉得你们 又跟我是一个种族的 但是好像 我会认为 你比如外国人 跟你们说话 我总觉得 他也没拿你当外人 好像你们 用外国人的方式 交往很融洽 但是 容易 很容易 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 有先的思维方式 你要看 有几种人的思维方式 不一样 像我们这些人 像我 比如说我跟吴大伟 两个人的思维方式 这是我跟你讲广东话 我就用广东话的思维方式 来跟你说 然后我在说英语的时候 就用英语的思维方式 所以调试 这个要经过很多年在国外 那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你现在过去说 我的中国心什么 你出生在新加坡 中国心 现在是中 我本来就是中国心 我不管是什么 什么时候 从小到大 都是中国心 是有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的 这个熏陶吗 从小 爸爸的影响 在新加坡 他们家庭的这个模式 就非常非常中国传统的 很传统 这种父辞 什么 叫父 父辞职聚聚聚聚聚的那种 你还 这种 虽然 我们从小都没这个教育了 我们从小都破四旧了 就没有 你们以前有破 我们那个 比如说台湾 或者是 或者新加坡 我们没有经过那段时间的话 就不会 我们都还会说 比如说 我们的祖先 这些仪式全部都要有的 而且广东人的祭祀方法 又不一样 然后福建人的祭祀方法 又不一样 在这个节庆上面 又不一样 那你们家的最祖先是哪里 故乡是在大陆吗 跟他一样 河南开封 河南开封 河南人的 原来是 也是河南人 原来你是河南人老乡 对啊 不然为什么 我们每个的高度那么高呢 你知道 我们身边的河南人 几个不高的 楼楼 楼学贤 对对对不对 楼学贤六二 也是河南人 那你像你现在 在北京工作了经常 你跟这个 我们北方人接触啊 你会觉得 我们有什么 跟你们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说在国外 跟跟北方 国外的人 其实你们的 个性都是一样 就是很直 北京的个性 很直 很重 你不可以说 反而是比较 比较南部的 比如说上海 这样子 他们就会 就会 就会这样 比较鞠躬进去的 委婉 你像过去新加坡 给我们的一个 可能是误解啊 会觉得 那是个管制 很严的国家 在那里生长的 会不会 很规规矩矩的人 会这样的 很老实 很规矩 新一代的 因为他们 有所谓的公民教育 国民教育的时候呢 他们会跟你说 新加坡是最好 新加坡是什么都是最好 所以他们的这个潜意识呢 不管去到哪个国家 比不上新加坡 还会这样的 对 这个是新加坡 没有出过国的人 在那边 常常就 就以为自己的国家 就很像美国 没有出过国的人 都以为自己的国家 是最好的 那你后来 我倒想知道 他去过好多个国家工作 就是 所谓这个各个中西 什么文化的这个对比 最近 好像还是 是谁给我们导 这是你找来的吧 我找的 光美找来的 我觉得这个图啊 很有意思 有一个叫刘洋的人 76年生于北京 13岁 迁居德国 是个设计艺术家 他设计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几幅 就蓝色代表德国 红色代表中国 我想看看你们有什么感想 来咱们来看看 你看 在意见方面 德国人呢 你看是直的 你看你刚才还说 我们北京人 北方人是直 但是在他这个作品里 你看讲 德国 德国人是直的 中国人呢 你看红的代表中国 中国人是这种 趋里拐弯弯弯绕 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呢 中国人是比较 通常他不会直接了当的说 他拐弯抹角 九五拐十八弯之后 才会最后说出 他真正的问题 咱们再看下一个 说这个在守时这方面 你看他的这个 德国人那是准时准点的 你看中国人那个红色 这个线 二十分钟的误差 二十分钟 误差还是小的 是可以接受的 二十分钟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聚会 这个挺有意思 说中国人的聚会方式 你看像排一圈 像开个会一样 他说德国人 要是party聚会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小团体 小团体 三三两两 这个是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国外也是 因为我们在国外很少说 我们一起去一个餐厅聚餐 因为他们都 我们都会在家里搞party 对 所以在家里搞party的时候 就是在客厅 也不可能全部坐着一排 坐着一排 或者坐着一个圆圈 所以他们就是会选择 几个人 几个人能谈得上的 然后对话 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就再换主 你看 你像说北京人 我就觉得好多北京的朋友 你看就是 假如去酒吧 你看外国人呢 他往往是站着的 拿着杯酒 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但是呢 你像我们到哪里 我们觉得给我们坐 就一定要坐 甚至是躺着 是吧 你看说在餐厅 他刚才这个图像 也挺有意思 大声跟小声的 坐在餐厅 你看 声音分贝 中国人呢 当然是高分贝 是吧 然后说德国人 都唯唯唯唯唯唯唯的 小声交谈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美丽的标准 审美观念 审美观念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说是喜欢 白白嫩嫩的 对对对 德国人难道就喜欢黑的吗 对 他们喜欢晒太阳的 所谓的幼黑的皮肤 咱们再看下一个 你看 处理问题的方法 你看中国人 当然是绕弯子 绕过核心问题 人说德国人呢 就是当当当当 直接面对问题 走过去 这个你们挺有感想的吧 对啊 这个是我们做 我们是 我做东西是 比较像德国人这样 因为我觉得 你不要 你没有去 真正去 学习 怎么去应付 这个的 这个的 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改天出现的话 你还是不会应付 所以你一定要去 知道怎么去解决以后 以后这个东西来的话 你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个广美也不算太会应付生活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 你觉得你会用 一般人觉得 他的脾气太直 所以你说 我不会应付生活 我又 我又觉得 我是属于就是 就是 你说我横冲直撞也好 我是那种 横冲直撞 就是 水来降 冰来降 水来土烟型的 就是说 我不愿意回避问题 因为就像他讲的 问题你回避掉了 你躲东躲西闪 假装没看见 那种 那眼耳盗铃 问题到最后 都还在那里 你不找他 他总有一天 要回来找你 一定会回来 这是我们人生 要经过的 这个东西 你没有去解决的话 他永远会跟着你 就算是我们 华人 那些佛教导师 会说什么 什么投胎短视 这个会到你下一次的 我到 这个话题好聊 我咱们广告之后 我还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体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陈志诚国际人 这是我心目中的国际人 心目中的国际 因为这 感觉model 就是很有国际色彩的 一种职业 当然是得 到国际化 那个级别上才行 我们也去过 很多地方当模特 对不对 香港啊台湾啊 然后还有什么 米兰巴黎道是没去过 是有去过 不过没有 对不起 我去过米兰 你去过 去过 没工作过 在纽约 跟那个哪里就有 你讲讲南模的这个生活 有什么酸甜苦辣吗 对我来说 他们说 还挺好的 我看过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很好 不过至少 如果是我自己本身 那个时候我还好 在高处的时候 我就被Channel V 直流涌退 对 直流涌退 被Channel V叫过去了 做VJ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所以没有像他们这样 还有经过那个谷底啊 然后这样 这样上 其实很多南模 都有很多兼差的 做 那种在餐厅里面打工啊 打零工啊 还有拍三级片的啊 你说你竟然要聊这个 我也要聊这个 聊这个也有很多人 可能也是一种误解 总会觉得好像南模 跟同性恋 跟同志 这个关系 比较密切 南模没有几个是同志的 我们认识的南模 哪里有几个是 没有啊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南模很多都会是同志啊 南模很多很色情的哦 很好色 不是色情很好色哦 真的我没有骗你 我们那一圈的很多 比例上来讲的话 是少一点 还是说 有不少这个同志 同性恋 他比较喜欢接近南模 他们能够审 审你们的美啊 也没有耶 那你不要说 说到 你去到哪个国家 我们都会知道说 最后 常常跟人家做造型的 那些同 很多都是同志 对不对 是 然后做到化妆的 也很多是同志 发造型也很多从 因为他们的审美观念 就是以女孩子的那边 方向去进 开始采用 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会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有他的道理 而且人家还说 南模当然唯一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跟后台 跟女模一块换衣服 这个陈志成 常常常常常 每个人都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后台 帮你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穿衣工 因为他们在那边也可以看到 不过穿衣工 大多数都是学生 不然就是女生 实际上当人在工作场合 工作情况下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太多这种 色情的意识和想法 还是会有啦 哎呀 我有一次在后台 我是主持人 我都想躲 但是这些女孩子 根本不躲 大概因为时间太紧了 就耳朵就在我身边 我这样以前我记得我刚出道当模特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把男模放一边 女模放一边 我现在发现 现在好像都不太介意了 就是男模女模 男模女全部穿插在一起 而且我上次 我也是做主持人 我在后台在看我的稿子 我看到一对男女模特在聊天 它不是情侣关系 那女孩 我真的 她全身上下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小丁字库 跟一双高跟鞋 肉色丁字库 一个丁字库 一双高跟鞋 但是她可以非常坦然面对另外一个男模特 然后一边穿衣服 然后就一边跟人聊天 老外吗 不是 还是华人 华人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的 尺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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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可是以前 以前我们也是会 他们就会躲在后面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在那边 就说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会这样 平点 平点A D B 这个可能要穿内衣 对 这个话题不能聊太多 那我倒问点正经的 你去过那么多个国家和城市 你说你比较有资格回答 哪个你最喜欢 每个时段 我都会喜欢不同的地方 现在 举出两三个 现在是北京 永远在我的心目中的 两大城市 北京跟旧金山 为什么 不是国家 因为国家 对 我是以政策来走 政策 以前 以前 美国做得蛮好的 就是他们会想到他们的这个人民 他们的公民 现在呢 是他们现在 布什 小布什 小布什接触了之后 他就没有这么 他就比较 比较专注于那种企业 他这个企业比较 比较专注于人民的生活 树子他没有 没有让他去进步 可是中国就不一样 现在他多照顾人民啊 我是喜欢 对对对 我很 我很政治的 我去到哪个国家 我一定要认识那边的国家的政治 他的国家民情 哎呦 他也是啊 这是受到的什么教育啊 政治眼光 比我们还浓 不是不是 这个因为 因为我们 其实这不叫政治眼光 这个他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做法呀 那哪儿政府照顾人民 我就往哪儿去 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那他现在觉得 北京就感觉到政府很照顾人民 中国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 你看 站出来 每个人 我们看上次那个时期大 每个人站出来 头发就是梳得很 很漂亮 然后就是 就是很端庄 然后就是西装领带 就是有这种 不像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就穿着什么那种 那种夏威夷衣服 也出来跟人家演讲 真的不行 他们需要有形象顾问 哎呀 他看问题的角度 真有意思 对 我们是以民为本 和谐社会 对对 十七大都聊出来 对对 相向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本来想让他讲一讲 如何给政治家做形象顾问 你先讲你的经历 因为刚才 对 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的态度 什么德国人是值的 我跟你说 鸵鸟政策听过吗 对 就是 我现在觉得 因为啊 我除了工作之外啊 我的生活状态 是与世隔绝的 讲实在话 除了工作之外 我连报纸 电视 都不爱看 于是隔绝 就好像跟这世界 没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碰到 比如什么 拉皮条门啊 皮条门 显规的门事件 你知道在 开头的一些天里啊 我觉得我的应对态度啊 就是鸵鸟 你要鸵鸟是什么 追他 追他 他有时候追急了 他把脑袋扎进去 其实屁股漏在 对对对 当然不管 你们说 但是我现在觉得 鸵鸟政策 很有鸵鸟政策的安全感 就是 我不知道 装聋作哑 我不吭声 我不知道 实际上自己活得 确实挺happy 是啊 实际上外界 确实是幻象 你不如没跟我讲 我今天 我还不知道 这件消息呢 你现在要当心 上这节目不容易 对啊 尤其是陈志腾 为什么来的 为什么来 我 是因为你邀请我来的 那潜规则哟 小心我们公司的潜规则 你可知道 现在男帅哥 碰到潜规则的几率 还更大呢 据说 什么是潜规则 你看中国 十七大你都知道 潜规则你还能不知道 流行词语 新的 回去上网查一下 肯定会回去上网查一下 那你接着再跟我们聊聊 你现在为什么 我发现很多国际人 就这么喜欢北京 乐不思蜀的感觉 因为北京啊 它的这个政策 越来越开放 你不要以为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 新加坡其实在 如果是在也 就算是演艺圈 演艺事业里面 他们的这些 他们有MDA 就是那种很像管理那个电视的 工会 不是工会 那种广电局 广电局 新加坡的那种广电局 很保守的 比任何一个国家 做过的地方都保守